这是月王勾剑剑出土的真实影像 宝剑在30层厚的纸上轻轻划过 下一秒吹毛力断震惊全场 2400多年以后还这么风力 不可想象的 看那个铜器了 就是针根盘化 啪下去断了 看石头碰 一碰石头就碎了 碎成百块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深入 有专家发现 这柄2000多年前打造出的神兵利器 竟然暗合芯片密码 显微镜下一组类似树状的晶体排列 与今天美国战机FR2使用的 新型材料不谋而合 那么问题来了 千年前的古人 是如何掌握这门技术的 在这柄神兵的背后 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接下来跟随镜头 让我们一起走进 月王勾剑剑的传奇故事 1965年冬天 湖北省荆州市郊区的济南城 一片热火朝天 为了解决交地缺水的问题 当地政府启动了张河水库工程 没想到修道一半 八岭山工地附近赫然冒出了十几个风土堆 很快此事就传到了考古队的耳朵里 这一探不要紧 竟然是一组战国时期的楚国贵族墓 洋洋洒洒足足有50具之多 其中最高的那座宛如一个小型的山坡 出于习惯考古队将其命名为望山一号大墓 一周后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在土壤中研究人员找到了一些质地坚实 土质细腻的粘土 经过化验 竟然是传说中的清高泥 由于此物需要人工讨喜 密度极高 因此一直是皇家贵族才配享有的待遇 自知事关重大 考古队调来了当时极为稀有的挖掘机 很快整座墓的真容便大白于天下 这是一座五级生土台阶打造的墓室 正中央放置着棺果 上面盖着一层人工编织的草席 小心翼翼地揭开盖板后 一堆金银玉器闪下了所有人的眼睛 这件头箱和边箱被五彩的光芒覆盖着 其中金出土的青铜器就数不胜数 这是一件青铜凤纹碑 造型奇特 镂克细腻 仔细看碑的外壁上 雕有八只互相缠绕的凤黄 其周围还著有卷云纹 山水等图案 起初专家也弄不清楚它的用途 直到在底部发现了一些残存的叶片 最后怀疑这应该是古人用来净化空气的香薰 正当所有人被眼前的珠宝吸引时 人群中突然传来一声惊呼 快看 那有一把金剑 2400多年以后还这么富裕 不可想象点 看那个铜器就针跟盘头啪下去断了 看石头碰一碰石头就碎了 碎成百块 这是岳王勾剑剑出土的真实影像 宝剑在30层厚的纸上轻轻划过 下一秒吹毛利断震惊全场 随着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渗入 专家发现这柄2000多年前打造的神兵利器 竟然暗合芯片密码 显微镜下 一组类似树状的晶体排列 与今天美国战机F22使用的新型材料不抹而合 顺着人群惊呼的目光 考古人员在投降的一侧 发现了一把青铜宝剑 此刻他正插在一柄漆木盒内 微微露出的剑身 流露出道道金光 带着好奇 研究人员将其握在手里 下一秒 围观的群众高呼 研究人员手里有一把金剑 就在众人以为清理工作大功告成时 又一条惊喜的消息传来 在墓主人的左侧 竟然还躺着一柄宝剑 相较于之前的金光闪闪 他只是简单地盛放在一尊黑色的漆盒中 本以为这不过是一柄普通的配件 却不想在抽出的瞬间轰动了所有人 剑刃上凌冽的寒光射人心魄 八个鸟转名文晦涩难懂 那一层层神秘的菱形图案 看得人一头雾水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 朴实无华的剑柄上 居然镶嵌着马脑和绿丛石 这在当时堪称是想都不敢想的手笔 一位楚国贵族 怎么会拥有如此奢华的宝剑呢 待着疑惑专家对大墓进行了地毯式搜索 结果在一堆竹简中 发现了两个重复度极高的字 昭顾 史料记载 他乃是楚道王的曾孙 生前曾侍奉过历代楚国国君 想必正是墓主人 在浩瀚如烟的内容中 有一条线索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 春秋末期 昭顾曾化名少华 参与了灭亡越国的行动 事后封关禁绝 还带着一把剑回到了故乡 难不成这是越王的配剑 正在此时 研究室那边传来了消息 这八个鸟转型名文被破译出来了 这是越王勾剑剑出图的真实影像 宝剑在三十层厚的纸上轻轻划过 下一秒吹毛力断 全场震惊 2400多年以后还这么风力 不可想象的 看那个空气了 就是军跟盘头 啪下去断了 看石头碰 一碰石头就碎了 碎成百块 随着近年来 研究的不断深入 有专家发现 这兵2000多年前打造的神兵利器 经暗合芯片密码 显微镜下一组 类似树状的精状体牌力 与今天美国战机FR2使用的新型材料 不谋而合 在古文字学者的帮助下 剑身上那八个鸟转型名文 被破译了出来 越王勾剑自作用剑 翻译过来就是 越王勾剑为自己打造的提升配剑 结合牧主人绍华的经历 考古人员还原了这柄剑的过往 公元前496年 吴王和驴派兵攻打越国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 勾剑大败 两年后 和绿的儿子新任吴王 拆夫卷土重来 一举踏平越国 勾剑惨遭为奴的下场 多年后 励志报仇复国的他 找到了驻剑大师欧野子 命令他端造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剑 据说 这柄剑抽出的那一刻 风云变色 有龙吟之声从剑窍传出 后来 手持此剑的勾剑握心长胆 不仅打败了副差 还成为了春秋最后一任霸主 虽然历史喜欢夸大其词 但专家们还是在放大500倍后 发现了这柄剑的真相 首先 那道道奇特的菱形花纹 根据电脑还原 2000多年前应该是黄白色的 每个格子的间距 不足一根头发丝 其次就是手柄处 那是一个精致的童心圆 整整齐齐成规则性排列 彼此之间仅有0.2毫米 如此精度的把握 即使搁在今天也很难实现 当然 以上这些还只是开胃菜 月王勾建建最令人惊艳的 还是那千年不符的秘密 2000年空气腐蚀 地下水渗透 连陪葬品都淹没其中 它为何依旧锋利无比 完好如初 为了找到真相 数十位全球顶级专家 对宝剑进行了 密不透风的检测 数据显示 此剑仅成分就高得离谱 它竟然在2000多年前 就使用了金属复合技术 其中 铜合金冶炼工艺 更是令今天的科技都叹为观止 曾经与同时期出土的 两把剑做对比 最终发现 这柄宝剑上 还采用了超前的硫化处理 甚至在超高倍显微镜下 还发现 宝剑内蕴含了一组组树状晶体 据说 这是制造芯片才有的工艺 对此 在场的专家一个个瞪大眼睛 半晌说不出话来 由于大量文献的缺失 再加上年代太过久远 今天的人们 暂时并不清楚 当年欧野子 越国人 是如何锻造出这种剑的 对此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惊不散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